别怕小孩弄脏衣服 fancy教你搞定衣服污渍 今天要来拯救珠宝的白裤子跟白裙子 他上次去晚纱之后 可以说是有点毁了 就来看看那个到底有没有很神奇呢 晚纱 现在要让那个比较黑的地方要跑到 基本上 根本就是全这个需要 然后再加水 就是把比较颜色比较热的地方就会 向下 这样比较泡得到 然后上次有妈妈说 建议可以先用热水 让它枕比较融化 先让它融化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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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 泡个 24小时 再来看看它的成果 OK 完成了 可以说是 几乎都焕然一行 这有点皱 沙纸的痕迹都没了 而且你看喔 这些花花也都没有因为这样泡而染色而褪色 我觉得这个真的超厉害的 然后后面也是 因为它这件裙子其实不是全白的 但是可以有这样的效果 很赞了 然后这是裤子 裤子的话呢 还是有一点 但是也是要好非常多了 我应该还会再多泡个几天 整就这件裤子可以给弟弟穿 姐姐已经应该穿不下了 我觉得这个妈妈们都很需要买 推荐给你们可以去搜寻一下大蓝 好了 这是今天的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